PMQ原創方是政府保育中環的重點項目之一 前身是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 在2014年開幕 項目由同心基金成立的非牟利社企營運 政府每年收取象徵息一元租金 我们翻查原創方的历年帐目 发现项目由开业至今从来都未录得盈余 在最新的2016-2017年度 更加录得超过200万元的亏损 我们细体之下发现 原来原創方同年度撇账达到1056万 令到改革年度由赚便舍 而根据财务报表显示 该年度原創方的营运开支大约6330万 亦都即是撇账千万元 已经占营运开支大约六分之一 原創方每五年都会将所得的盈余 由营运者和政府各占一半摊分 政府所得盈余会撥回政府一般收入帐目 而营运者所得盈余就要重新投资在项目当中 换言之撇账千万元 有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收入 原創方在本部追问之下 承认千万元撇账全部都是租户欠租 当中涉及多个租户 但到底涉及多少个租户 他们又为什么会长期欠租 原創方只是表示 基于租赁保密协议不提供个别租户的详程 在原创方里面有130间工作室和8间商业单位 以一间400尺的标准工作室单位为例 月租大约1万8千元 并且可以享有租金等折购的优惠协助创业 不过商业单位租户就需要缴交市值租金 据悉部分占地较大的餐厅月租以10万元计 有会计师就分析说 原创方作为非牟利机构大幅撇账罕见 由于涉款庞大 估计租户是占地比较大的商业单位 相信可能是因为公司清盘 原创方因而判定 无办法追翻欠租而获撇账 那你能够两年 如果两年成千万租 那都不一定会是小一些商户 那应该是大一些商户才承担起两年 成千万租 那我们当时又没有评估过 为什么是交不到租呢 两年都跟着被人走了 为什么追不回来呢 因为其实间接令到政府的收入少了一千万 我们翻查过原创方内同期结业的餐厅 发现唯一结业兼清盘的 是在原创方六七楼先后营运三间 占地一共大约一万尺餐厅的 阿巴町 Din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餐厅最终在2017年1月结业 公司就在同年的2月进入清盘程序 清盘的时候 尚未清还的债务总额达到二千万 根据公司注册处资料 董事包括新地执董郭基宏 哲和集团家族郑商言 明依之子金城威等多个名人后代 我们向阿巴町 Din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郭基宏和郑商言查询 全部都没有正面回应公司是否曾经欠租 和获得原创方撇像 而郭基宏更加在本部查询之后 星期二发公告说已经辞任那间公司的董事 新兼大律师的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质疑 事件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 包括原创方董事会撇像是基于什么基础 他又批评如果欠租和获得撇像的是一帮名人后代的公司 他们是否完全无能力常还债务 还是利用有限公司的法律保障作为保护罩 认为原创方和政府需要进一步解释事件